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不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2020年真的是叫做一个所谓的新股的一个 可能是另一个爆发期呢 这个我们就要感谢港交所他们自己所做的一些转换 从之前开始就是做一些生物科技方面的一些上市公司 然后到今年它自己的事实转换 就包括阿里巴巴先回来 然后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率 然后就引流到一些的 就是在美国上市的二次的一个上市企业 那这也是也要感谢整体的一个环球的一个局势 就是一个中美关系方面的 一个贸易关系方面的一个 之前有一定的就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紧张化 就导致了整体的一些企业方面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觉得2020年的话 整体的话其实19年已经算是一个贵贯的 IPO贵贯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看的话 整体在A股方面的一个情况 他们的整体的一个就是在排队融资方面的一个情况 依然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时间 除非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些比较独角兽型的一些企业 可能就可以很快速的过会 比如说金户高铁什么的就可以比较快一点 对所以现在来说对于就是在A股方面 整体的一个融资情况 上市融资情况 其实还不会有一个像香港这么有效率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出现的话 其实港股这边的一个IPO市场是值得期待的 值得期待之下 我们也是很快的就可以跟大家来跟进九毛九的情况了 因为它在暗盘的这个成交就已经说是超过阿里巴巴 所以说大家就觉得说是怎么了 这么厉害的一支股份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呢 因为它的一手的中签率只有25% 也就是说可能有四分之一的那样的一个情况 那个中签率并不算很高 大家可以想象 招股价6块6 先马上跟进的就是它现在的现价9块2毛5 相信来说已经几千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第一天的表现 对不对 如果你是一手的话 相信很多的家庭观众现在心情也是蛮好的 那在这个心情蛮好的情况下面我们就先来聊一下九毛九吧 因为呢如果大家有去内地的一些城市 就哪怕是广东省的话 对于九毛九这个名字或者是泰二酸菜啊 应该是完全不陌生吧 问下崔勤你自己本人有没有尝试过 因为我其实看到整体的一个排队情况太夸张 我就被拒之门外 排队情况太夸张 其实这不是坏事情啊 对于任何一支股份或者对于一支餐饮股来说 这绝对应该是最希望大家可以看到的情况 太二很嚣张啊 他一个台子他只能四个人做 你知道吗 就是你家庭成员如果超过四个人 他都不允许你进去跟他们一起吃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 你想想看他上市啊 那九毛九也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其实他是一个山西的一个谚语啊 可能很多的香港的观众未必知道 原来他是形容那个山西的那些商人做生意呢 非常的精明 暗指一毛不拔 哎呀我没有想到啊 这个店已经说自己是一毛不拔 大家还要去排队去吃这样的一个情况 原来这么有趣 对那个太二也很有意思 太二是什么呢 就是说原来是在表扬这个创办人 非常就是非常努力的在发展那个九毛九啊 创新的产品啊 或者是整个的那个公司怎么样去管理好 大家说你是不是太二了 太二你知道算 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 对 太二就是在普通话里面 现在我们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傻傻的这样子 对不对 那这个就成为了他的另外一家 现在也可以说是据说是说和喜茶 平牌都是作为这个网红店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店铺 股价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但是当然了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等会我们要讨论的 你会觉得说九毛九是今天这一天的那个热闹 还是说接下来还可以有后折 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因为它已经上涨这么多了 整体的一个估值来说可以说比海底老海要贵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网红的一个流量的一个情况之下 把它推高了这么多的一个升幅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持有的投资者可以称高去做一个减持 但是他的另外一个点我就留意到 其实他的整体的一些基石投资者 其实还是蛮就是蛮吸引的这个状态 然后有BlackRock 这些的话在他这样子的话 其实可能他们还是关注了他集资 因为他集资的这一笔钱是拿来去做这个店铺的一个扩张的 所以到这个店铺扩张的话 其实可能还要观察他之后的一年或者两年之后 整体的一个增长情况是怎么样 怎么样 因为我们看他招股书的话 他过去几年的一个增长 收入增长大概在三成以内 那我们看海底老以四五成的一个收入增长的话 才有这么高的一个估值 再加上他自己这么独特的一个经营模式 我说的不只是对消费者 而是他本身的一些店铺内的一些就是升值的一个模式 激励的一个机制 就导致他整体的一个就是员工方面的一个 对这个业务方面的一个更加的一个归属感的一个感觉 那但是泰二没有这个 他的现在的一个比较吸引人的就是他的现在的网红的一个特质 和一个流量方面的一个特质 那当然现在也是资本市场上面挺追逐的一个概念 我们包括看到A股方面也其实也看到很多类似的这些流量股 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操作 所以对于他来说的话 目前来说我觉得以估值而言的话 可以暂时就是在高位里面做一些减持 那之后的话还要看他自己究竟经营的一个状况 会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就是更好更加令到投资者更加超乎他们预料之外 像海底捞一样 因为其实他之前上市的时候整体的一个经营状况 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泰二的话值得期待的 就是当然了这个我们一方面是看首日 从那个翠琴的角度来说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进展是不是已经可以落代为安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看这个所谓的长远一点的来看 大家难免不合什么比较的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海底捞 那如果大家想到这个所谓的餐饮行列竞争激烈 你刚刚也说到这个如果说到员工 其实就是人工的问题嘛对不对 然后还有电租方面的一些成本的一些因素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餐饮行业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股票的选择 如果你真的去看这个港股上面一些 本地的餐饮行业股份 再过之那一年那是什么日子啊对不对 就是所以说其实不一定是说 一个让人觉得非常juicy的一个行业的选择 但是啊我们现在要回到 我们就专门集中在说中式餐饮好了 中式餐饮我们就拿那个海底捞来和它进行比较 我们有一个图可以出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一方面呢大家都知道 海底捞在过去的这个一年2019年 它呢市值现在已经去到了1895亿啊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那大家记得吗 年头的时候2019年年头 它的股价是17块钱 哇现在呢现在是不是 这个就是一个翻倍股的一个概念啊 而且海底捞现在的一个门店 差不多是在700家门店的一个左右的情况 9毛9呢9毛9当中太二是它作为一个 就是网红店让大家觉得说是最最值得留意的 刚刚都已经看到了 它在2021年它有一个目标 是要将那个开店数量提高到300家的 所以说你看看和那个海底捞来看 海底捞现在的估值是给到700家的一个估值啊 另外一版这一版我们也已经看到了 就是刚刚翠晴特别讲到的一些 比较的一个细则数据来看一下 太二它的一个租金成本很明显 要比海底捞来的贵 你知道海底捞现在是什么样的态度吗 就大家就说我很愿意啊 就是这个商场引入台底捞 我不介意给你超低的租金对不对 因为超低的租金的话 你可以带来人流啊 海底捞要等多少小时 四五个小时 你那些人干嘛 拿了牌以后我要去消费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它的那个租金会这么低啊 其他呢其实刚刚那一版 我们可以时间放得久一点啊 再放在这里给大家再看 因为还有好几个其他的 没有给大家仔细的看到 另外的有一些呢 就是他们所谓的一些 人工的成本啊 等等方面的情况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包括像是它的那个职工的薪酬方面啊 差不多是在31% 这是说的海底捞的一个租金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如果说到这个太二的话 它的那个成本好像就会便宜一点 大概是在26%左右 所以说大家也会觉得说会不会说其实它也有些其他的优势 是在三四线的一个城市 在这里先打响这一个名号 它所谓的一个品牌 然后再进入一些下沉的一个市场 那海底捞不同啊 它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些下沉的一个市场 就进入了三四线的一些城市 所以在租金成本里面呢 像你刚才所说的 它自己的品牌效应 一方面就是商场给到它的一些折扣 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自己开店的时候 其实选址方面 其实它已经渗透到一些三四线城市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于他们两个来说是各有各的不同 那海底捞像刚才说的一些激励的一个机制的话 其实是令到员工有一定的一个归属感 是令到他们更加是愿意为这个品牌而付出 所以这一个来说是不是真的是看起来 所谓的这么贵的一个状态 是值得付出的一个成本 所以这样子来说的话 在泰二和海底捞里面 这两个不同的一个 处于不同的一个经营的一个 这个阶段里面的话呢 其实他们现在所要付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觉得说九毛九 它其实还是处于一个 就是极度的一个扩张期 尤其是刚刚上市以后 大家就是是待于 就去看你能不能验证到 这样的一个开店的一个数目 以及你这个网红的这个效应 是不是能够转化为它 接下来能够持续的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网红是红一时呢 还是能够一直像海底捞这样的一个 产生一个持续的一个效应 那九毛九就需要这个市场 再来进一步的验证 那海底捞怎么办呢 到了2020年 经过这个2019年 这样的一个暴升之后 会不会某些程度 觉得说2020年要消停一下呢 2020年相信有机会 这个盛世会有所犯法 但是它来说的话 在整体的一个 内地的一个消费股来说 是基金或者散户也好 机构也好 都是要看就是着重去 关注的一个个股 因为我们看内地的一些消费 除了就是网上的一些消费之外 其实实体店方面 就只剩下餐饮了 我们看到就算商场里面 就只有这些餐饮店在排队的 其他的都是零零碎碎的一些个人 在走一走而已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对于内地来说 要不选择的一个内需的话 我们就选择一些平台类的 一些消费股 那另外的话 就是看这些比较大型龙头类的 然后它自己的一个业绩增长上面 是给到投资者 他自己印证到他自己的模式 是正确方面的一个情况的 这些餐饮股都是值得留意的 所以这只来说的话 就算它19年涨了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2020年甚至之后 除非它整体的一个业绩 已经处于一个高峰下滑的一个状况 没办法再印证到之前的一些 就是比较好的一些增长 我已经不说它已经能超越高 非常高速的一个增长 这样比较好的增长 其实已经能够满足到投资者的 一些胃口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估值来说 已经不能说是 就是普通说PE或者是PEG的一些增长 是给到它一个龙头 或者是大家都聚焦的一个个股 就是关注在中国概念的 一个个股里面的一个估值了 因为这个说法其实也是 对于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认可在那一边 那同样的那个股价 前一段时间在10月份创出的新的高位 接近40块之后 其实看到是有一部分的一个调整的 那调整之后 最近这一段时间又能够有所反弹和上升 那同样的就像您刚刚所说的 现在在那个内地的商场 可能香港还不是特别的明显 可以感觉到 内地的商场真的没有人买衣服了 对不对 因为大家这个买衣服都去网上买了 那我能够去商场干嘛呢 就是吃东西 很多商场它把它的那个餐饮服务 基本上提高到 要到去到百分之五六十 所以说它这样的才能够维持到 这个商场的整体的一个盈率 甚至有些是更多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整体的 内地的一个商场的一个非常极致的 一个变化所在 那同样的 还有一支跟内地餐饮公司来说 是非常的优气相关的股份 说的是百胜中国 昨天传出来说 有可能会回归香港做第二上市 那其实它一方面 它本来就已经分拆出来 大家也是蛮熟悉的嘛 肯德基啦 必胜客啊 对不对 甚至它后来还有小绵羊 对这个 所以这样的一个小肥羊 小肥羊 小绵羊都出来 小肥羊 那其实呢 在它的一个 这个整体的一个部署当中 大家看到 它现在是非常集中在内地的 它分拆出来以后 它同样的也在美股 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来上市的 那上市之后呢 大家会觉得说 原来啊 它的市值 我们来比较一下 昨天 就以昨天的那个情况来看 刚刚我们已经说了 海底捞是要接近2000亿的这样的 它呢 是在180亿美元 所以你掐指一算 会发现什么 百胜中国 在中国拥有几千家电的百胜中国 其实它的市值 现在是甚至没有海底捞来的厉害的 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读 这样的情况 是美国市场看不懂吗 其实一方面吧 另外一方面 其实就是它的一些就算必胜客啊 就是或者是肯德基 在内地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的一个销售 或者增长方面 其实都是面临了一个瓶颈的一个情况 它在之前刚刚就是外资打进中国的时候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热潮 但是现在来说 在中国的一些消费升级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这一些比较算是快餐式的一些消费方面的 一个西方的一些餐饮方面 其实不太已经受到就是尤其在一二线里面 他们就选择的太多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的一个吸引度会下降 所以这样子来说的话 整体的一个资本市场 还是要看他们你们怎样去增长 要不你就可以像麦当劳一样 就是作为一个类似公用股 在去年来说其实它有一个不错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股价 那这样子的它的一个上升的股价的一个阶段 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就是大家都比较看不好 整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情况 那你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情况 就算是10%以内的这一个增长 然后其实可以持续的增长 这样子资本市场还是喜欢这样子类型的股份 那对于他来说的话 他分拆了在中国里面的话 可能这样子反而就令到更加 就资本市场方面更加关注说 内地消费者的一个观念上的一个转变 以及他们消费升级的一个情况 所以对他来说的话 尤其面对的这个这么激烈竞争的一些 就是餐饮行业来说 没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概念的话 在现在时下90后的一些消费观念里面 没有个很独特的一个就是观念出来 或者一个饮食的一个概念出来 很难吸引到他们 不要小看这90后他们 其实他们占了整体的一个餐饮消费 就是他们自己能占了 就差不多一半以上的这种消费的情况 所以这样子来说的话 对于90后或者新生代的 这些消费者的一些吸引的一个情况 或者概念上的一个吸引是非常重要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他们面临这种瓶颈的一个情况之下 整体一个增长来说 也不是有个非常吸引的状况之下 那资本市场方面可能相对来说 会流入的一个情况比较牵缝 那反而是就可能对于一些 中式的餐饮股 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上面的 现在的一个重心所在 反而这个西式的这些 有连锁概念的理论上面 它还能够通过它的外带 其实能够带来很多的一些 经济效益的这样的一些股份 到时候也要看看 它在港股市场上面 能不能得到一些更好的一些 大家的瞩目 或者说大家对于它的一个估值 有些其他的一个看法 不过崔勤刚刚的态度 大家也是很明确了 大家要掌握到这个90后 甚至是00后 它接下来的一个消费的 一个趋势是怎么样 这有可能才是真正掌握到 这个内地啊 它接下来的一个消费 这个一个方向所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